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 陆委会主委邱太三13日称 若大陆一直不开放 我们就按照自己规划的方向与事成来做 当局前后说法不一 引起岛内舆论批评 充满政治算计 过去三年 民进党当局不顾岛内业者升级 对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采取了一系列的进线措施 封堵了两岸旅游发展之路 如今 抛出两岸观光解禁 党内舆论分析称 充满了政治算计 而非民生得重 暴露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的自相矛盾 台湾观光业近年来发展惨淡 何时可以恢复两岸旅游常态 一直是岛内旅游业者关注的问题 眼下 民进党当局宣布团客附路旅游 要等到明年三月开放 引发质疑 尽管台交通部门对此回应称 是要给相关业者有准备的时间 但不少业者指出 去年10月 台湾地区开放入境限制 但两岸旅游仍被管制 岛内业者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准备 难道不够吗 这绝对是政治操作 尤其是不希望两岸交流 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错误的两岸政策 造成了整个台湾观光场业巨大的损失 岛内业者指出 如今太多人看不下去民进党上台以来的观光政策表现 两岸交流断断续续 陆客持续萎缩 疫情后 民进党当局更是直接限制 导致观光行业损失巨大 国民党明代陈玉珍13日表示 陆客到金门观光 一年影响当地几十亿新台币的观光产值 近几年 金门涵盖的观光产业在内的各行各业 发展都不太好 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也声援岛内旅游业者 表示两岸观光仍未回温 桃园观光业者嗷嗷逮捕 他呼吁民进党当局快点开放组团赋路由 让陆客进来 台媒中国时报近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2020年初至今 民进党当局采取了禁止大陆居民赴台 单方面关闭小三通 大面积取消两岸直航航点 禁止岛内旅行社 开展附路旅游业务等一系列进线措施 以惩罚台湾业者和人民来进行所谓的反中抗中 不只是愚蠢 更是残民以惩 无良至极 民进党历来对两岸关系没有善意 没有智慧 没有格局 刻意规划明年三月开放 是为了防止反中牌破功 反反复复政治操作 陆客一提 民进党当局近年种种倒行逆施 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 严重损害了包括岛内旅游界 在内的两岸业界同胞的利益扶植 如果说两岸旅游有僵局 症结和正案 就是民进党当局 遇到不惊 blood 优优优独播剧 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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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